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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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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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清清白白的结束 你怎么可能明明白白的开始 在我心里面我已经跟 你心里面 那我还 我们都可以说心里面跟家里人分手了呢 每个人都可以追求自己的爱情 你不可能跟过去还没说拜拜 马上就跟上面好着 还有这样谈恋爱的吗 自己又说赌气 跟陈宇好 好了现在不说分手 又想跟王说好 你玩游戏玩家叫你 我也不是故意的 你不是故意的 我可以原谅你 但是到今天为止 你依然觉得 开始比结束要重要 但是我那段时间真的很难过 没有 难过就可以赌气跟陈宇在一起吗 你已经伤害了一次王说 你今天又把王说叫过来 我跟他说了 和好也后悔 我就后悔了 所以我切记你告诉你姑娘 一个女人 一定要学会两个字 矜持 矜持不是说 你要故作骄傲的姿态 喜欢却不去说 矜持 是你一个女人应该守的本分 也是女人对于生活的深刻理解 如果一个女人连进食都没有了 我知道 很仙途了 好 接下来让我们倒15个数 看看到底谁会来到现场 5 4 3 2 你好 不好意思 45033 别吹我 我不想听你解释陈宇 你也听到了 你闹回家有意思吗 陈宇 我只是希望我们只能分手好吗 我们不闹了 咱们回家行吗 不用了 回家 陈宇 你别这样子 陈宇 向大家道歉 我们回家 你已经做了你的选择 你选择了你的父母 选择了你的新欢 你就继续走下去 你为什么要回来 我怎么给你解释 你才能听得懂 你一个人闹也就算了 你拉着王硕一起闹 没有 你不要去说他 我现在就当你闹脾气 我们回去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不想回去 来 冷静吧 多冷静一下 来 过来 到这儿来 来 自我介绍一下 杜老师好 我叫陈宇 来自广州 他刚才在台上说的话 你都亲见了 我都听到了 半年多前吧 我父母就希望说 我留在家里 能够照看家里的事情 我当时很想回来 但是已经闹到什么程度 我妈已死三逼那种程度 我回不来 我没有办法 那我呢 我在医院躺着的时候 我给你打电话 我多么希望 你能回来看我一眼 但是你没有 我能回来吗 你有没有替我考虑过 那你现在怎么又找他呢 分手这半年里面吧 他们给我介绍了一个 但是我们真的没有在一起 这半年里面 我真的是一直想着小单 我本来是没有白头发的 我这半年里面 满后脑勺的白头发 没说你还没我多 我最后就这样子 熬啊熬啊熬啊 半年之后他们也拿我帮 没办法 说你去吧 反正你走出这个家门 你以后你自己看 就是这样 那我再问几个问题 那你说王硕喜不喜欢他呀 只是有好感 没有说喜欢 就算他喜欢 就算他喜欢 他不会跟我抢 他们也不可能在一起 为什么呢 跟你说我已经打电话 叫王硕不要来 陈宇 是不是你让他不接我电话的 是不是你让他躲着我的 没说 你连自己的感情都控制不了 你凭什么去控制别人的感情 我没有控制他 我只是告诉他 我心里还有你就这样 是 你想心里有我的时候就有我 想没有我的时候就没有我 我对你的感情一直就这样 我不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他今天会来的 不管你怎么说 我今天只要说的一点 就是我觉得他对兄弟太残忍 至于他在爱情当中所作所为 我无权评价 因为我不了解 我之所以会这么做 真的基于 你还威胁人家 如果他今天干 他已经答应我不来 那如果他来了呢 待会儿 你是不是就会给我分手 你就同意给我分手是不是 那我们今天就赌一次好不好 好 如果他今天能来到这里 并且说他喜欢你 他愿意跟你在一起 我承承你们 我二话不说 掌声 我是需要你们兄弟之间的这份获达 行了我别的不说了 我们看看王叔会不会的 你们谁去开门 你去开吧 你站着 我问几个问题 如果要是 王叔来了 像他说 他确实不喜欢你 他只是高风亮节的帮助 你怎么办 我还不会喜欢他 如果王叔说喜欢他 你怎么 我能怎么办 怎么办 我只能做 哦太好了 太好了 好不好 其实我刚开始感觉他们俩挺好的 在一起的时候 但包括这次回来 其实我来的主要目的 也是希望他们俩能够和平分手 你也希望他们和平分手 我希望他们和平是因为我当初帮着陈宇来去追回小丹 但是我没想到今天发生到这个地方 你怎么说的 你怎么说的 你现在要我们和平分手 你觉得小丹 现在还喜欢你吗 陈宇 啊 我当初 这个事情很容易解决了 我们解决了 我们解决了 下去再说好不好 解决了吗 现在 王叔 你来了 问题就出现 你能不能不要说了 所以我一个秘密 他还告诉我 我不知道他没跟我说 我就想听听 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秘密 能让我兄弟 抛弃这么多年的感情 跟你跟你半年的感情相换 王叔 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王叔 我现在就告诉你 你们去年一起做的那个项目 你得到消息是亏了钱是吗 不信你自己问他 这问题跟这有关系吗 到底亏没亏 你心里清楚 他明显在挑拨我吗 我没有 你不要 我只想让王叔 他明白他怎样的一个兄弟 你别说话 你给我解释 你先告诉我 小的说的是什么事 这个钱 项目的事 我自己都不知道亏了赚了 他说刚才说是 他怎么会知道赚了亏了 我先给你是不是回了钱了 没回来钱就回来一次 回来多少第一次 三四万 你给我多少 你给我十万块 陈宇啊 你就这么把我当兄弟的吗 这十万块钱 我只是暂时打给你 你不知道我钱从哪来的吗 十几万都是我借来的 我紧赚那张钱我都投给你 我相信你 你就这么对我是不是 我跟你讲 我没有想坑你的钱 能明白吗 我没有想坑你的 那你先做事什么 不是坑吗 好我跟你讲 钱我是打给你十万 是我的错 你没有错吗 我怎么错了 你知道我打钱 比你的前一秒 老王在我办公室怎么讲 我听说你兄弟玩数啊 最近天天到小单家里 给人家煮东西吃 两人走得挺近的 小区阿姨都看着你们两个 成双路队的走 你让我怎么想 你相信老王 你都不相信我是吗 我成了我 我为什么照顾小单你不知道吗 我成了我当时试错了 但是我后一秒 我把你换回思考 现在关系已经够混乱 现在又扯上了经济 你是来告白 是说情感的问题 你跟我扯上经济的事干啥 吴老师我真的很气 现在我不管你气不气 你现在就说情感的事 钱的事才下算 这是完美告白的舞台 不是经济论台 好吧 跟他的话 跟他的话 只限于情感之内 不说钱的事 听见了没有 接下来是小单 对陈宇和王硕的告白时间 王硕 说过有钱一块转 有事一块考 现在我不想再提了 你明白我不会跟你三两 这件事情 是我对不起 我陈宇 在这里 给你道歉 我也不想听你 但小单如果说 他真的喜欢你 我可以了吗 我知道你的嘴角烧起来 王硕 我知道你是一个 不善于表达自己感情的人 我今天也来到这里了 我希望你要明白我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么做 是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我喜欢你 我不管别人怎么想我 我不管你是不是成语的兄弟 我只想你跟我在一起 我说 小单 我这一次回来 我是真的跟家里闹翻了跑回来 我没有想到会这样 今天会变成这样 我也不想 但是 我已经知道你的意思 如果真的会这样 我会成全你们两个 我觉得 因为我的过错 真的伤害到太多人 王硕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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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宇在现场表示 愿意成全小单和王硕 并在下台后 归还王硕应得的利益 在兄弟情和爱情之间 也许我们会很难抉择 但是 勿忘初心 方得适中 在陈宇退出离开后 一直因为兄弟情 只是对小单 悉心照顾 而没有丝毫 鉴悦的王硕 会接受 小单的告白吗 王硕 王硕 我希望 你能认真地回答我 王硕 我不问你要不要跟我在一起 我就想知道 你 你喜不喜欢我 你 你肯定是因为喜欢我 才来照顾我的 不是吗 你告诉我 不是因为你兄弟 你告诉我是因为 你喜欢我 你先别不讲话 你给我讲 你说 我是承认我刚才什么是喜欢你 但是那种喜欢 我说不清楚你知道吗 但 今天发生这么多事情 我现在脑子特别乱 真的 我不是故意去挑拨你和陈宇的 我看到你们能和好 我也很开心 我只是希望你能忘记过去 忘记你心里面那些所谓的阴影 小单 你现在让我忘记过去 你觉得可能吗 我想跟你重新开始 我不可能会跟你在一起 小单 为什么 为什么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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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